最高總統為了黨的命名和舉陳廣明做總理 被加拿大和上海五組自己的代表剷到狗血淋頭 到底陳廣明做過什麼壞事?似乎又沒有人數得出 主要是說他背叛孫雲,拋轟大歲虎想殺他 但是沒有人問孫雲做了什麼,令陳廣明反對他 張炳麟,即是張太堯,他和陳廣明寫的毛智銘 是對陳廣明生平的客觀技術 這篇定位將軍陳軍毛智銘,是收錄在陳敬傳榮哀錄裏 君偉廣明,致敬傳,廣東海豐人,清末卒業於廣東法政學堂 選之議局議員,王興、趙昇等謀公督處 君與煙,視敗,備居九龍,武昌昌義 君率鄧鏗、臨激真、姚英之 司博慧州、提督秦秉席與洪少倫等七管大行 進駐廣州,以副都督助胡漢民致事 君處都督事,遣散君民數以萬計,百姓大安 看民反,君父之如故,廣中號蒲博,品類繁雜 君自衝議員時,意見已禁絕,及是盡確清言 民意年,以兵抗原,敗走新加坡 元氏望,龍濟光猶在廣東,君與莫慶天起東江 祭光去,君如京師,揭大總統黎公也,職敗定威將軍 授婚二位,就是定威將軍這個銜頭的來歷了 六年,護法軍起,海軍總長程碧光,以孫公及軍南亞 到潘如,孫公開府自稱大元稅,致是廣東有軍政府 省長朱慶蘭舉警備軍二十營授軍去攻福建 下張州,請市政,興文學,將人歸心言 這就是護法戰爭,因段期稅改革國會 孫文大元稅就叫省長朱慶蘭撥二十營兵給陳廣明 陳廣明就到福建平定局勢 這封信是去福建時,叫黃社工帶回總堂要求籌響的 此自南北分裂,實無條和之餘地,必出於戰事解決 以此惡本未除,禍中未移,時勢所迫,唯力事事 勒秀任援穩,已將偏配各軍隊開闊潮散 一面盡規敏景,策劃進行,為是軍卿依此,享須好繁 月省貧連兵線巨災,財政困難已達極點 目下庫存如洗,挪掘皆空,代之恐恩 亦屬窮於應父,素養執事熱心祖國 異座黨士不為餘力,此次贖行 游望登高一夫,萬山皆應 知誠黃軍石公赴美之便,謹妻寸處 用待張白之夫,上其勇躍捐書以康不帝 視智所圖,尊達敬重,大祈,陳廣明 這戶法戰爭時期仍是站在宣民這邊 九年下,軍至張州環,被推廣東都督 使孫公方退居上海,民姓復歸 一年,國會議員在廣東者,倡議選孫公為臨時大總統 軍忽順,議員爭賜破額,事卒就 這裏就是陳廣明由張州回到廣州 村民設了個臨時議會,選自己做總統 陳廣明覺得不合法,沒有舉手 就此,不是同志就是敵人 大總統就職時,黃三德還在廣州 買地劍五祖辭搞不定,回美國前 他在上海與岑西林先生談了幾天 岑西林就是岑春孫,岑春孫在八國聯軍時 是帶兵保護慈禧和江水出京的侍衛 後來封過兩港總督,土圓革命時 他是西南護國軍的大元帥 他有封信叫黃三德帶回來給美洲鴻門 是講述孫文的所作所為 至公堂朱偉先生軍鑑,文六年斷氏違法 國會藍簽,孫文設大元帥府於廣州市民土廠 聲討斷氏之罪 軍政府成立後,孫文派徐謙為代表代行職務 不料,孫文又聚心總統之夢 以討斷者轉為聯斷,以護法者自行破法 至軍政府之失敗 孫文重行回憶 其致命大總統已,以非常之國會,選清晰之總統 其名義之滑稽,舉動之荒謬,故不俱論 今事觀兩月之情形又如何? 槍言共產,以亂社會之秩序,主槍公妻,以害風俗之善良 借文治之名,行殘文之實,日以橫禎捕簾為事,排除異己為能 其窮兇極惡千奇百怪,不得全清所未有,一葉為原事斷事所無 今部民專政日審一日,將來國家地方之禍患何可勝言? 掃念貴堂,主公皆同宗旨,為遠隔重陽,無從謀免 特邀黃君三得來互共商,凡咸宗所未盡言,統由黃君代陳一切 宣文者,口是心非,買空買空,以革命為生涯,但知破壞,不知建設 若任其倒行逆施,國家元氣必遭著善,難以收復,政府無從改良 主公經商海外眷念中邦,同內政之糾紛,感外交之失敗 愛國救國之熱靜,當配曬於國內之同胞也 海天在望,慈念為勞,書不盡意,神春宣敬於二月三日 宣文的聯俄用共是蘇共,因為他要向俄國借錢 而中共那年才剛成立,只有幾個人 宣文不單止聯俄,當年愛國記者的報道 在炮轟大瑞府後,有人在隔晚中找到他和德國、法國的密信 全部寫明看完要燒的 十一年,宣公謀北伐,軍以兵力未充持 宣公移軍有他志,因部長以火堂治軍 其人忽忍,事稍蝕,或然陳氏忠為患,免軍職 宣然以陸氣攻移軍,軍時在惠揚,救部葉舉集宣公於會城 即是說,宣文炒了陳廣明,宣然用陸氣對付移軍 炮轟大瑞府那個是葉舉,與陳氏無關 反而是宣公想暗殺陳公先 炮轟後,宣公走,軍復清督軍 其東,田貴軍在廣東者,復攻軍去 迎宣公歸,自治兵交三年,及宣公軍,軍亦損敗 這個陳廣明的最後一戰,是有信來自公堂巢軍響的 自公堂列位同志軍鑑,月至中山援引客軍,捲土西來 廣明不忍游論鄉邦,毅然下野,耿耿此心英為同包共良 不料中山入月,暴政百出,煙倒遍地 又霸足民房數千間,強佔古老唐院若及無告,拉夫逼衝前敵,實為初九勞工 乃天不厭亂,戰事延長,比方躁爭尚遇諸軍,我軍運輸不計,糧食廢殺籌謀 素養諸公合義愛鄉,熱誠救國,武請鼎力籌助軍需,則百月生靈共蒙幸福 文十三,陳廣明 結局是實力懸殊,陳廣明移居香港 直至1931年籌辦黨代表大會 五州國埠代表齊集香港 會議由農曆的7月15日開到10月 會議再確定總理為陳廣明 國埠代表發表意見 對陳廣明的評價是 陳廣明為創立民國人之一,互發互國,無益不予,分網超注國人皆知 陳廣明為純粹革命黨人,非前清官瞄搖身片相,中指光明,世罕奇畢,其以道德致詞,廉潔自奉,不貪財色,人格尊嚴,足以為我致公黨魁者 怎知加拿大代表洪少席突然舊事重提,提出反對用志工做黨名,紐約、墨西哥、菲律賓三國代表亦都附和 這樣就叫起來了,報告中沒有詳細說,只是說惡言雙向,不貌橫飛 即是說粗口,然後就扔筆扔墨俠 後來十區代表再開會,斟了一份組黨傳唐公約,各否自由決定入黨與否,保存唐這個福利機構 這個會議期間發生了一件意外,志工黨在香港是叫做志工俱樂部 不掛得志工黨的招牌,是因為英國政府不准搞政治 洪門在香港亦不合法,這件事,郭埠代表倒香港事特別聲明過 志工黨在四十年前由清政府移民查金,此例沿用至今尚未設費 想不到真是惹到官非,就是反對派那幾個搞事 報告說,家國代表洪少席聯合菲麥等區秘密組織中國志工堂總幹部 看宣言於夏曆八月十三晚玄階分派,被港警將人單定獲 並供出由宮二號洪某主使,翌日在洪等住處搜出志工堂總幹部文件 驅去洪少席羅柱鼎、黎耀西、譚家勝四人 為何要拘捕他們呢? 農曆八月十三是新曆的九月二十四 就是九一八事變後的一星期,香港市民上街抗議示威 港府派英軍戒嚴彈壓,而洪少席很少理 未經政府審閱批准在街上派傳單是犯法的 報告說,若在平時只屬街頭鬧事 訓斥一番就會放人 怎知一出門口又拉回 原來警察在洪少席行李協內找到一張加拿大的醒華日報 有一段消息說,保皇首要宣傳復辟之洪少席 即洪培,又名列耀,又名洪蕊 因案被獲,拒保在外後信,因逃走保單,奉令通執 所以警署認定他們四個是知事分子,再出票扣人 到出報告的十月都未放 組織報告是梁泰倉就去檢局解釋 志工區學部才武備株連 之後中央黨部成立中央幹事會 選出各部職員 金山大埠、古巴灣城、巴拿馬、倫敦 東非比拉埠、紐西蘭威靈頓、日本東京 分8個地方總部 南洋吉隆坡、南洋馬六甲、南洋彭坑、香港、澳門 大連、天津、上海、廈門、山頭、廣州灣 11處中央直轄支部 還有荷蘭支部、秘魯殲詐浮分部、華拉浮分部、巴拿馬過郎浮分部 就是當時中國志工黨的陣容壓 只是不見了加拿大、紐約、墨西哥和菲律賓 總堂就改成金門地方總部 總理是師徒盡衝 制定了章情、文件格式、籌集建黨經費 仍然有暗號暗語的鴻門特色 這張就是當年陳廣明和郭埠職員的合照 應該就是志工俱樂部的天台 地址在香港禮頓3到23號 志工黨代表大會之後 第一時間就加入抗日戰爭 1932年1月 日軍打到上海 警備司令大擊和十九路軍的蔡廷街搶光奶和日本仔開戰 但天寒地動 國民黨又沒有糧草接濟 3月日軍上岸 志工黨第一支部發通告求救 自1月28日湖邊 頓使習北鴻口一帶適入戰區 為屬佈於吳松路 適為日軍之集中點 使起初日即為日軍盤據 失蹤加據倒毀一空 行先日已將一切公民銜件互出 事發時政午夜 同志等階隻身協券逃出 一身之外別無場物 流離失所數千人 苦如置止 哭聲震天 服以彈火燃燒 赤地數千里 慘苦之狀 實難言喻 還請切法修容救濟 1932年10月 黨中央本部第六號公告 為公告時 本黨總理陳弓敬全 因暴日已冒侵佔國後 國民黨洩弄政兵 諸人堅持不抵抗主義 任令東北淪陷 外無侵令 國亡無日 深煙通知 總理乃於去年12月 及今年7月 兩次為國內延號 及北方實力派 要負進互共商救國方略 黨政府對於東北二勇軍 不得不發兵爭其抵抗力 且對軍用物品、響需、藥物、棉衣等 亦無絲毫接濟 只有設盤海外同胞之援助 1932年5月30日 總理朝海全體幹事會議 選了曾仲委、黃白群、朱耀、中壽南、陳衍生五位 為下一屆的中央常務幹事 準備十月換屆 但就在十月 陳菁寧就病世 陳公做過都督 大過兵 居然一貧如洗 窮到連棺材都沒有 正如吳佩夫的幻戀說 世帝本開墓 起生不逢時 憂患傷人 景致此 去來大乾淨 看家徒四壁 英雄本色有餘哀 因此 中央幹事會 就成立了個治喪委員會 亭官做香港東華義莊 一年後歸葬遺州 遵照他的遺願 用五色共和國旗蓋棺 出份時長面浩蕩 海內外各界人士 親戚朋友 黨支部 舊屬戰友 軍政界 教育界 送來的幻戀 制文有三千多副 特別是南洋國埠的華僑 踏起巨型牌樓制制 半餐巴 賓郎聚 彭亨 雪蘭俄工商俱樂部 馬六甲 家瑩 吉陵香 奔承等各界人士的幻戀 共有三十四頁 治公堂也在舊金山 撤離自製 治喪委員會 就編了這本《榮哀錄》 由香港百花街 永順印刷公司印製 因為陳總理的去世 日本仔侵華 治公黨暫停運作 直至日本仔投降後 1946年 在香港宣布重新運作 但同一年 加拿大和紐約 亦分別成立了兩個洪門政黨 即是再不服從舊金山的領導 下期再講唐黨分家 再會